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通过这起案件 警方是延山侦查 共打掉了8个贩卖婴儿的犯罪团伙 抓获犯罪嫌疑人103名 解救出37名婴儿 那么到底是谁在贩卖这些鲜活的生命 这些孩子们被解救之后 现在又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呢 2014年12月20号 记者来到山东省泰安市儿童福利院 见到了被解救的其中两枚婴儿 当时由济南铁路公安局特警刘征等人将孩子护送到这里 三个多月过去了 如今再次看到这些婴儿时 她依然流下了眼泪 这个墙堡中的婴儿现在有四个月大 而三个多月前 刚刚出生十几天的她 却经历了生死考验 那么这名婴儿是怎么被解救出来的 当时又是在什么样的地方找到她的呢 这是当时警方拍摄的画面 也就是2014年9月 在这个废旧的工厂里 在这个肮脏不堪的屋内 一个幼小的生命被藏匿其中 可是翻了几个房间都没有找到 孩子到底被藏在哪里了呢 这孩子紧骨的时候啊 孩子从来在这里 从来在这里的鸡床被子 这么压着的还要 当时一手插 那个孩子从那儿掉下来 一看一个婴儿 这个小孩 这个小孩现在在那个地方藏在 哎呀 当时这个婴儿一出来 真的对我们震撼很大 当时小孩的脸已经憋子了 试想一下 如果当时没有把这个被子解开 没有把婴儿解救出来的话 也可能这名婴儿的生命已经没有了 犯罪嫌疑人不顾婴儿的死活 将他藏在三层棉被下面 细心的侦察员将被子一层层掀开 发现孩子立即抱入怀中 大约五分钟后 这名婴儿才慢慢舒缓过来 来来来来 叫聪明的 李智英 哪个地方人 是叫惠妮的 惠妮县 警方将抓获的犯罪嫌疑人 带到公安机关进行审问 还有几个车 警方对这名被解救的婴儿进行身份确诊时 心存侥幸的犯罪嫌疑人 吉子莫拉铭一口咬定孩子就是自己亲生的 直到警方对吉子莫拉铭和这名婴儿 进行了DNA比对后 才不得不承认孩子是别人的 这个孩子是不是你的 不是你的 好嘞 吉子莫拉铭共认 这名男婴是他和李正友 从四川带到衍州打算贩卖 还未出手 就被警方抓获 他们目的就是让我们掌握到 作为他们来说我们少掌握一个孩子 对他们来说就是对 就是少掌握他一个犯罪证据 警方在该工厂供抓获犯罪嫌疑人7人 其中包括两名主犯 龚振齐 吴广凤 记者在衍州见到了正在配合警方调查的 两名犯罪嫌疑人 他们四川的都是 四川的一组队 来到就他们又做个十二千就走了 什么人都是 都这些这个 有怀孕的 孕妇也有不怀孕的 犯罪嫌疑人龚振齐供述 这些来自四川的孕妇 大约都是在七个月左右到达他这里待产 每天每人花上十元钱的房租 直到生产 卖掉孩子拿到三四万元后返回四川 龚振齐说 这些孕妇分娩时没有任何的医疗保障措施 生孩子也听不到大喊大叫的声音 更没有产后坐月子的时间 有的新生儿出生不到十天就被他们自己卖掉 有的室友他和吴广凤联系到买家将孩子卖掉 从你这儿卖出去的孩子有多少个 四万个 多少钱卖的 那儿比女孩贵点 有的能买 有的五万多 有的六万多 女孩呢 女孩四万多 一年的时间在这个加工厂先后有十三名婴儿在此出生并被卖掉 龚振齐吴广凤从中获利输万元 警方经过艰难的侦查走访和DNA比对将十三名婴儿解救 我们所谓这个工厂它是一个什么呢 它一个废弃的工厂 因为这个管办儿童呢 他们自己做的现实很细的 它不会很轻易的让你发觉 那么这个工厂是怎么引起警方注意的呢 就是我们侦察员在整个调查过程中啊 就是发现这个一些孕妇都在这个燕州车站这个下车 这个犯罪嫌疑人啊 龚振齐 他自己在这个废旧工厂把这个房屋租下 让这些孕妇在这个地方 这个生活一直到了生了产 这个进行交易 据警方介绍 这次一共打掉了八个犯婴团伙 他们的共同特点 就是从四川将巨妇或婴儿分别带到山东进行生产贩卖谋取暴利 四川籍主犯及此莫拉明李正友 山东籍主犯龚振齐吴广凤是其中一个犯罪团伙 而四川籍主犯极克瑟日和山东籍主犯马洪凤 则属于另外一个犯罪团伙 2014年9月 警方在证据链固定后 对极克瑟日和马洪凤实施抓捕 什么名字 极克瑟日 老实一点 不要动 病毒侦察员获知犯罪嫌疑人马洪凤正在一家医院陪人看病 警方迅速行动实施抓捕 八年前极克瑟日马洪凤在临沪驶往上海的火车上相识 日后两人勾结做起贩卖婴儿的违法生意 近日记者在眼州见到了被羁押的两名犯罪嫌疑人 马洪凤对火同极克瑟日贩卖九名婴儿的犯罪事实更认不讳 贩卖婴儿犯罪危害严重 会对孩子的身心健康带来严重的伤害 制造了一起又一起家庭悲剂 家住河北省刑海市的景洪侠就亲身经历了女儿被拐卖的痛苦 幸运的是在警方的这次打拐行动中 她的女儿被意外解救了出来 2012年景洪侠和丈夫离婚外出打工 将判给她的一岁多的女儿婷婷暂时寄养在婆婆家 然而半年后当她满心欢喜到婆婆家要接孩子的时候 婆婆的一番话让她目瞪口呆 回家一看这个孩子不在了 那么孩子的这个奶奶和姑姑都说孩子死了 欢蹦乱跳的女儿怎么会突然死了呢 景洪侠怎么都不能相信 看着她整天疯了一样四处寻找女儿 村民们不忍心就偷偷的将事实告诉了她 说她的女儿婷婷被奶奶和姑姑给卖掉了 这让景洪侠几乎崩溃了 到了这个南宫市公安局这个公案 而从业告诉她 可能是你这个孩子这个迈到山东的这个竹虫 提了一个就损失有料 河北省南宫市公安局通过景洪侠提供的线索 立即与山东警方联系 巧合的是七五拐卖儿童案抓获了一名犯罪嫌疑人 正是与婷婷的奶奶交易的孙世英 据孙世英供述 婷婷的奶奶和姑姑拿走了四万两千元钱后 将婷婷卖给了她 孙世英又将婷婷以五万元的价格卖到林椅 经过DNA比对 婷婷系景洪侠亲生 记者从警方了解到 婷婷的奶奶和姑姑目前已被南宫市警方拘捕 等待他们的将是法律的严惩 对这37名儿童都进行了提取了血样 进行DNA检验 并且入到公安部数据库进行比对 根据我国刑法和有关司法解释的规定 出卖亲生子女是构成拐卖儿童罪 要按照拐卖儿童罪来追究刑事责任 这个起刑点就是五年 打击贩卖儿童 当然首先是公安的任务 但是孕妇出卖亲骨肉 奶奶出卖亲孙子 这种匪夷所思的丑恶现象 仅有公安是管不过来的 贩卖儿童有着复杂的社会土壤 要根除这种犯罪完证 必须司法打击 切断需求 根治贫困等多管齐下 只有从根本上铲除贩卖儿童的动机 贩卖儿童这种毒瘤才会彻底消失 岁末年初盗贼狂 防范意识要增强 农民朋友在防盗方面应该注意些什么呢 更多内容广告之后 请您继续收看 岁末年初之际也是盗窃高发的时候 近段时间我们栏目陆续播出防盗反扒的节目 咱们一起来看看该怎么提高安全意识 尤其是咱们农民朋友又需要格外注意些什么呢 最近在浙江泰州的公交车上 一个小偷下黑手行窃的瞬间就被乘客拍了下来 这是不久前浙江泰州902路公交车上 一位女乘客偷拍到的一段视频 这个小伙子紧靠着老人并排坐 小伙子神情紧张 左顾右盼 右手慢慢的向老人的裤带伸去 麻利的偷得一叠钞票 而这一过程老人全然不知 后了解得知 被偷的陈大爷是带了攒了近两年的3800元钱去看病的 没想到遭到了黑手 看似斯文的小偷在得手后扬长而去 直到车上偷拍视频的女乘客提醒 陈大爷才知道自己被偷了 随后这位乘客陪着陈大爷一起报警 并把用手机拍到的视频交给警方 视频被发到网络上后 警方全程搜寻小偷 目前犯罪嫌疑人万某已经在义乌落网 被偷的钱当天晚上也如数还给了陈大爷 这公交车上的爬手啊很擅长察言观色 警惕性不高的人就很容易成为爬手的目标 比如说在这个车上昏昏欲睡 另外呢行李太多 这个返向农民工随身带的东西太多 他顾不上照看财物 而且呢大冬天的时候 这个衣服比较厚 所以人的这个敏感度也会下降 更加要留心 临近年关啊 这小偷们不但在公共场所偷盗个人财物 就连农民家里的黄豆也不放过 前不久安徽苏州一户农民家中的 一万多斤黄豆就被偷了 近日家住安徽省苏州市曹桥村的图燕飞 遇到了烦心事 他家里存放的黄豆被盗了 而且数量巨大 经过统计 村民被盗的三百多袋黄豆 有一万五千斤 警方判断 这很有可能是一起团伙参与的盗窃案件 最近在乡邻村庄也有类似案件发生 在充分掌握犯罪嫌疑人活动规律以后 警方采取行动 抓获了两名嫌疑人 在随后的两个小时内 其他五名犯罪嫌疑人也相继落网 经审讯 在大量的事实面前 犯罪嫌疑人对违法事实 共认不讳 据了解 这个犯罪团伙共有七人 每次都是有预谋有组织的作案 而且作案人员分工明确 经过审讯 犯罪团伙共交代盗窃案三十多起 案值十万多元 接下来我们也列出了需要注意的几点 提醒咱农民朋友格外注意 外出国睡觉的时候 要注意关好门窗 同时要检查一下门窗是否牢固呢 另外还要安装防窍锁 尽量不要使用明挂锁 另外你还可以考虑安装质量合格的防盗门 另外最好不要在家里存放大量的现金 如果家里有牲畜 这农货最好把牲畜栏栏加把锁 家里一旦没人 提前跟邻居打个招呼 帮忙看着点 咱们多留神 做好各种防范措施 就不会让小偷钻了空子 我们三个都是地地道道的楼民工 都是在天津那个地方 就赶那个外枪装饰 天天搞外枪飞刷 6月17号 我们在河北区那个九楼改造 吃个中午饭 也就是我们去我们的公共用力去休息 我们刚走过那个枪的跨跨鱼 就天天有用力 大声很救命 小伙子快点来帮下忙 反正叫的挺急的 我们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反正看他得着急嘛 我小朋友过去了 看到老爷那个挂在那个四楼 你窗户外的那个空调机上 头朝下脚朝上 当时看着特别危险 什么也没想吧 就想着一星期上在救人 我们三位就同时往这里 分不顾身的头上趴 我上到二楼的时候 他们就已经爬到三楼那个窗 这个三楼那个窗户上的别人 也就是石头工夫 搅拌的地方都是比较 刘新军在我前面 然后我运气后 你俩摔了 下到空调上 上去之后拖着老人 空间太小 我当时站在三楼窗户上 如果能把下边的窗户给打开 那个解救下来 从放在下边家里是最好 我的个子是热的 我要拖老人的 然后我的两个脚筋都踮起来 才能把老人的拖平 两个手换着拖 你一个手 我一个手这样拖着 然后那个胳膊先休息一下 然后这个困扰再换那个手 自己两个手来回倒的 他也是这样 两个这样倒着拖着 下边你喊坚持住啊 小伙子 我们那个已经报完警了 搜房队马都来了 然后我们就这样一直坚持 跟他两个人互相交流着 一定要坚持住 搜房队来了 过来之后 搜房队架的那个 喇气 一 二 五 三 三 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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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老奶奶叫下来的那一刻 外观的人给我们三兄弟鼓掌说好样的 今天多亏了三兄弟 不过十十五号我们心里也全是高兴 把老奶奶平安的叫下来 还说我们软心的去干活 救了我一条米子 哎呀 老奶奶就救我 我就完了 我叫你从内心 特有感激 这件事对我们来说 我感觉是挺简单的一个事 也就是举手之劳的事 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 关注公众号聚焦三农 为你喜欢的三农人物候选人点赞 好 我们再来看其他方面的消息 日前由CCTV7农业节目主办的 中国农业银行杯 CCTV三农人物推卸活动十周年 微电影大赛十年十人剧本征集活动 走进中国传媒大学 主办方对每一个被选用的剧本 给予一万元奖金 每部微电影还将投入十万元的拍摄制作费用 这一好消息 让中国传媒大学的同学们觉得机会难得 我觉得首先 这应该是一个很不错的机会 因为作为大学生来说 自己很多的奇思妙想在这个大学四年级阶段 也需要很多的平台去展现出来 所以这个三农十年时间 这个应该是很好的一个平台 CCTV七农业节目中国农业电影电视中心签首中国传媒大学共同建立媒体教学实践基地 中国传媒大学是我国传媒人才的摇篮 CCTV七农业节目是报道三农领域的国家级专业团队 下一步中国传媒大学将向CCTV七农业节目输送优秀的传媒人才 CCTV七农业节目中国农业电影电视中心也将向中国传媒大学提供实践工作平台 双方强强联手共同打造三农传媒精英 近日由全国畜牧总站农民日报社中国畜牧兽医学会主办的健康养猪增效行动大讲堂 在湖北省荆州市开讲 旨在当前生猪市场波动养猪效益不稳定的大背景下 推广如何减少生猪死亡降低养殖成本提高养殖效益的健康养殖模式 来自湖北省各区县畜牧技术推广部门负责人 规模猪场负责人等300多人参加了培训 看这个天克这些人都几万头几十万头的大户 这个在国外是没有的 恰恰他们的大户呢他们遇到的问题也多 我们把它集中起来集中那么几百个大户 可能这种推广的话方法呢可能效率了更高一点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内容 如果想了解更多的节目信息 请您关注我们的官方网站农市网 农市网官方微博微信一部过端 也可以登陆央视网查询浏览 也欢迎您登陆去郊三路栏目官方微博微信 感谢各位的关注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